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涵盖青年就业、减少犯罪、青少年司法和帮派预防计划 以及州警社区稳定部门等等 纽约市警周三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纽约市4月份的犯罪率略有上升 主要原因是袭击和汽车盗窃 数据显示 纽约市整体犯罪率同比增长3.8% 这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重罪袭击事件增长7.1% 从2103宗增至2253宗 汽车盗窃案增长36.6% 从939宗增至1283宗 市警表示 当局一直在努力解决汽车盗窃案上升的问题 并称 这种上升是由对部分企压和现代车型系统漏洞利用所推动的 与此同时 与2022年4月相比 上个月的枪击事件数量从105宗降至72宗 下降31.4% 意味着和去年相比 今年被枪杀的人数减少112人 市警局长西维尔在声明中说 未来肯定还有更多工作需要完成 但纽约市警仍致力于利用部门的各个方面 以确保最有效的社区外展 青年参与和重点公共安全部署 并向每个社区和行政区的人承诺 将继续向前迈进 不仅要减少犯罪和混乱 还要确保市民对城市的公共安全状况有信心 纽约市租金指南委员会周二晚上就租金稳定房屋的租金上涨幅度进行初步投票 建议一年期租约上涨2%到5% 但7%的租金上涨显然超出租户的可承担范围 而且认为今年的涨幅是合适的 委员会去年决定将一年和两年期的租约分别提高3.25%和5% 是近十年来最大增幅 房东们表示 他们需要提高租金以维护建筑物 并跟上受通膨影响的公用事业成本 委员会此前研究发现 通货膨胀以令房东需要将一年租约的租金增长5%到8% 两年租约增长6%到16% 以维持与前几年相同的利润 然而上周 纽约市基金会和纽约市联合募券协会的另一份报告发现 市内50%市邻工作城市家庭的收入不足以满足基本需求 亚当斯说 委员会成员的任务是根据所有可用数据做出独立决定 但希望他们会考虑低于这些初步范围上限的选项 以取得适当平衡 让纽约人留在家中 同时为业主提供安全及优质住宅所需资源 委员会将于6月21日进行最终投票 在此之前将在每个行政区举行公开会议 纽约市警周三表示 一名来自克罗拉多州的20岁女子从曼哈顿时报广场一家酒店的屋顶坠落之后身亡 警方目前正在调查事件 警方称当局周二晚上10点左右接报 位于曼哈顿西47街OYO酒店的10楼发生了纠纷 当局其后接报 一名女子从酒店的屋顶坠落身亡 尸体于晚上10点30分左右 在酒店下方的棚架上被发现 女子身份没有公布 警方在死者入住的房间内 发现一名同样来自克罗拉多州的24岁男子 被确认为死者的男友格里芬 以及一名八个月大的男婴 据称 女子死前曾与格里芬在房间内发生争执 警方正在调查格里芬在死者坠楼前袭击她的可能性 目前仍不清楚死者是从屋顶坠落还是被推落 由于格里芬当时处于情绪紊乱的状态 警员在拘留她时需要使用电枪将她制服 随后把她送到了表围医院 男婴也被送往医院检查 现在由市儿童服务管理局照顾 格里芬现在面临殴打 鲁莽危害和以伤害17岁以下儿童方式行事的指控 案件目前仍在调查 根本一条